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emon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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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字就是示威者 接下来我们就是占领 学生示威者占领了立法院的占领 它总共有三个音节 Occu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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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占领 再下来就是立法院的立法 大家看一下音标 Legislative Legislative 总共有六个音节 Legis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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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字就是立法 好 那学生为什么要占领立法院呢 因为他们要抗议服务贸易 请大家看一下抗议这个单字 它是三个音节 Pr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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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 S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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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两个音节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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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约 Pack Pack 所以 它的一个keyword就是它的关键字 包括第一个 Demonstrator Demonstrator 施围者 Demonstrator 站立 Occupy 立法 Legislative Legislative Protest Protest 海峡服劲相关条文 Cross Strade Trade Pack 所以 这就是我在教学的时候 非常的重视音标 除了我们要能够很正确的 把它写出来之外 我们还要很正确的看音标 才能够把它发音出来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法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句话 因为我们是属于 一个事实 所以只要用到简单式就好了 请大家看一下 主词 学生示威者 动词 占领 受词 立法院 补充说明 不定词变片语 去抗议 服貌协议 所以它分别是 一个基本式 基本简单式的实态 学生示威者 占领 占领 立法院 去抗议 服务 调义 主词 动词 受词 不定词片语 补充说明 学生示威者 占领 立法院 立法院 去抗议 服务 贸易 决定 这就是很基本的一个文法的规则 最基本的文法 却能够去表达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好 所以整句话我们看一下 把学生示威者占领 the student demonstrator occupies the legislator to protest the cross-strait trap had had 所以我们除了要能够正确的写出来之外 还要正确的把念出来 这就是第一句话 一开始就切入重点 所以学生占领的立法院 要反对示威服务学弟 我们再一次 the student demonstrator occupies the legislator to protest the cross-strait trap 一句话 再来就是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行动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爬过了立法院的围墙 然后占领了立法院的义士厅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keyword 就是爬过去 还有围墙 占领 义士厅 会议厅 好 第一个爬过去 climb 有一个m的音 climb climb 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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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去是over the fence bam bam bam这个单字就是围墙 占领 因为是过去式 所以我不能用tack over 我用过去式 took over took over took over took 意思听呢 chamber 两个音节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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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关键字 爬过去 c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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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墙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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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听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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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文法 还是一样 它是基本句 的句型是主词动词受词 请大家看一下 主词他们 动词爬过去 受词围墙 他们爬过围墙 然后呢 他们占领了 意思听 又是简单式的句型 主词动词受词 最简单的文法 去表达最复杂的语题 主词动词受词 主词动词受词 lay climb over the fan and took over the chamber 再来一次 lay climb over the fan and took over the chamber 好 我们现在会写了 也会讲了 再来就要很流利的把它讲出来 再看一次 lay climb over the fan and took over the chamber 好 这就是很快速的 两句话 三句话 就把重点讲出来 一针见血 单刀直入 开门见山 这就是英文写作 或者是英文报道 这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再来一次 the student demonstrator occupied the legislator took for test the cross-trade trade pack they climb over the fan and took over the chamber 好 这就是一开始 我们很快速的 学了单字 会写 而且也把它讲出来 好 再下来我们来 好 的 啊 这就是